北海居邻大道清晨10分上演惊险的警匪追逐站 击打警方凌晨3点05分接获投报 一辆可以宝藤赛家 涉及卢乃一带的抢劫案和破门行窃案 当局在清晨4点40分 发现匪徒的叫车后尝试拦截 不料对方狂踩油门奔上大道 警方多次警告 匪徒不但不停车 还直接朝警车开枪 其中一人还亮出八冷刀攻击警员 迫使警方开枪还击 双方一阵激烈枪战之后 警方成功歼灭车内的4名匪徒 所有人都是20岁到30岁的越南籍年轻男子 同时起货多件破门工具 几何贼赃以及半自动手枪 初步调查显示 4名死者专门潜入商场盗取财物 和撬开银行保险箱 警方特地连上